在病床旁合影慶祝母親節 但他們卻很難開心起來 因為找看護要來照顧住院的親人 數隻業者派來的卻是非法移工 那時候你跟我講是你帶的啊 不是我帶的啊 那醫院就有看到你是你帶去的 透過中介起看護 根本沒想到來的會是非法移工 氣得找業者理論 對方說辭卻反反覆覆 你怎麼會用非法外的啊 我在這中間 人家找我帶過去的啊 新北這位女子的婆婆日前住院 本來是在家戶病房 但後來轉到普通病房 因為她們都得工作無法照料 因此透過網路找看護 以日薪2500元聘請 只是她們連人都還沒見到 看護到醫院只有短短兩三個小時 就被移民署的人員抓走 因為她是失聯移工 當事人十分無奈 業者網頁強調政府立案 還說看護都受過專業訓練 想都想不到來的人卻不是合法移工 當事人還因此面臨法律責任 最終會被開罰七十萬元 實際上如果要找看護 可以找醫院協助 自己找的話真的得多注意 要記得請對方出示證件 核對是不是本人也要拍照存證 後續也會調查 仲介是否合法 只是民眾常看護 還是記得查驗核對 否則被仲介介紹非法移工 自己就得面臨法律責任 停後 頑耗 洗礦